在6月10日 馬斯克就傳媒對區小交聯邦所得稅的爆料 首次作出回應 他表示為了為自己的火星殖民計劃提供資金 他已經賣了自己幾乎所有的樓 和大部分物質財產 只是保留在加州灣區的唯一一棟房產 6月10日 墨西哥大獨囂古茲曼的妻子 選美皇后科羅內爾·埃斯柏在美國認罪 承認他幫助丈夫管理全球販毒集團 Facebook旗下Instagram不允許幽默 諷刺福奇的貼文一律避風 而近日多名議員要求 朱克伯格回答與福奇勾結的問題 西點軍校爆出 一些學員因為拒絕接種疫苗 而面臨被關禁閉 而這個舉動遭到學員的家長抵制 他們已經聘請法律顧問準備起訴 美國神秘大數據分析公司 公開他的軍事決策軟件 如何協助美軍作出決定 並無以中共解放軍入侵台灣高雄港 美軍是如何成功化解危機 美國德州空軍聖安東尼奧 拉克蘭聯合基地 當地時間9日被人開槍襲擊 一度緊急封鎖 事件當中無人受傷 槍搜犯案後逃日 正被基地人員及警方追緝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越南新聞主持人王曉祥 首先感謝大家的支持 今天是香港時間6月11日星期五 以下是新聞的詳細內容 據商業內幕報導 6月10日馬斯克說 為了為火星殖民計劃提供資金 他已經賣了自己所有的樓 和大部分物質財產 只是保留在加州灣區的唯一一棟房產 他還強調除了自己公司的股票 他基本上沒有任何具有貨幣價值的財產 在去年12月的一次採訪當中 馬斯克表示他正在盡可能多地 投入資金來實現火星殖民夢想 其紅心勃勃的計劃是到2050年 他的太空飛船公司將會組建一隊 由一千手星際飛船組成的太空艦隊 將一百萬地球人送往火星 他說在火星上建造一座城市 當然需要大量資源 我希望能夠為我在火星上建造城市的夢想 盡我所能 6月8日新聞網站Propublica 對美國國稅局數據洩露的內容 進行調查顯示 馬斯克和很多美國頂級富豪一樣 近年來繳納的聯邦所得稅非常少 Propublica的報告說 新價1520億美元的馬斯克 在2015年和2017年 繳納了不到7萬美元的聯邦所得稅 2018年就完全沒有交稅 6月9日在他的頂級Twitter粉絲的鼓動下 這位Tesla的CEO終於打破了沉默 對自己的納稅情況作出回應 馬斯克的辯護者對Propublica的計算方法 提出質疑說如果向富人徵稅 這樣馬斯克將需要出售價值10億美元的Tesla股票 而馬斯克也回應說 我賣出Tesla股票的時候 是在我沒有選擇的情況下 我的股票期權即將到期的時候 他還補充說順便說一下 我將會繼續在加州支付州所得稅 現在和將來都是 而Propublica的調查並不包括州所得稅的訊息 墨西哥大毒梟華金古芝曼的31歲妻子 前選美皇后科羅內爾·埃斯柏 6月10日對聯邦反毒指控表示認罪 並承認她幫助管理了她丈夫的全球反毒集團 她在今年2月份在華盛頓特區附近的 杜勒斯國際機場被聯邦調查局拘捕 《紐約時報》說 美國執法部門追捕毒梟的配偶是不同尋常的 選美皇后科羅內爾 她有美國和墨西哥雙重公民身份 她的家族有很長的參與毒品交易的歷史 在關於古芝曼的審判當中 檢察官提供了大量證據表明 科羅內爾和毒梟古芝曼的很多情婦一樣 都捲入了古芝曼的犯罪活動 2015年 在美國和墨西哥兩國軍人 和警察組成的一隊聯合行動部隊 在馬薩特蘭的一間海灘酒店捉到古芝曼之後 選美皇后科羅內爾除後 幫助她從戒備森嚴的墨西哥監獄逃脫 美國檢察官說 科羅內爾利用她的探視特權 充當了她丈夫和一夥同謀者之間的送信人 一夥同謀者修建了一條長約1.6公里的隧道 直通古芝曼所在牢房的臨獄間下方 2016年月獄後的古芝曼被重新捕獲 科羅內爾再次試圖幫助她逃脫 然而在計劃實施前 古芝曼就被引導到了美國 紐約時報說 根據她最初面臨的共謀罪指控 科羅內爾將會面臨10年或終身監禁 但知情人士表示 根據她與美國政府達成的認罪協議 她將會被指定為該陰謀的最少參與者 被判處的刑期可能要短得多 而她的丈夫古芝曼在2019年7月 被紐約布魯克林的聯邦法院判處終身監禁 目前被關押在世界上最森嚴的監獄 科羅拉多州佛羅倫薩的聯邦監獄 據說還沒有犯人從那裡逃出去過 《國家檔案》6月9日報導 在西點軍校 一些學員目前正在抵制疫苗接種的要求 但校方已定 拒絕打疫苗的西點軍校學員 下季返校要被關禁閉7天 最初有700名拒絕打疫苗的學員 被召集到一個會議室 首先校方介紹了疫苗的好處 然後又施加壓力說要減少優價 有些學員因此同意接種 那些仍然拒絕接種疫苗的人 需要在任何情況下都必須戴口罩 匿名舉報人詳細介紹了 拒絕接受疫苗的西點學員 他們目前所面臨的限制 反效參加夏季項目的學員 如果不打疫苗 兩個星期假期就會縮短為一個星期 另一個星期要在禁閉當中度過 每天被關在房間裡23小時 只是允許出去一個小時在外面散步或跑步 西點軍校為暑假和聖誕假期之後返校 但檢測結果呈陽性的學員 制定的隔離方案 包括可以在外面的健身室鍛煉 離開住宿地點去訂餐 但對於不想接種疫苗的學員來說 這些奢侈的待遇是無法享受的 據稱西點軍校計劃 將所有不接種疫苗的學員集中在一起 根據數量全部調入一個年或一排 這名舉報人指出 他們被當作罪犯對待這些不接種疫苗的學生 他們的權利受到損害 這些學員的家長已經代表他們的子女 組織了法律顧問聯合起訴有關人員 另外據布萊巴特新聞6月9日報導 特奏侯斯頓有170多名醫院工作人員 他們在6月8日被停職 原因也是他們拒絕接種疫苗 上個月有大約117名員工 對醫院提出訴訟 說僱主不能強迫員工接種 被停職的護士布萊奇斯是起訴者之一 他說會一直戰鬥到最高法院 這是錯誤的解僱 是對我們權利的侵犯 布萊巴特新聞6月9日報導 Facebook旗下的Instagram 正在對諷刺福奇的貼文進行事實核查 並強迫用戶將這些貼文刪除 獨立新聞機構 《我們改變》的創始人報告說 他在Instagram上分享了一個笑話 內容是福奇建議大家把口罩戴在眼睛上 就不能閱讀被洩露的電子郵件了 之後這名創始人被事實核查員警告 最近Facebook也面臨很多質疑 6月9日多名資深共和黨眾議員 自信朱克伯格要求他解釋Facebook 為何一度禁止實驗室外洩論 並表示擔憂福奇在利用Facebook這樣的私人企業 來規避美國建法第一修正案當中 對於言論自由的保護 眾議院司法監管委員會的兩名資深共和黨議員 喬丹和卡莫要求朱克伯格回答他和福奇 在武漢病毒起源話題上互相勾結的問題 此前福奇的大量電子郵件被公開 其中也有福奇和朱克伯格兩人之間的電子郵件對話 去年的武漢病毒爆發後 福奇當時是川普總統的醫學顧問之一 他堅持反對病毒實驗室洩漏說 在他和朱克伯格通訊之後 Facebook開始在他的平台上審查 和屏蔽病毒實驗室洩漏說 今年5月下旬 福奇突然改口說 不排除病毒來自實驗室洩漏的說法 之後Facebook也宣布開放不再審查病毒洩漏說 眾議員喬丹指出 朱克伯格和福奇密切合作的做法 可能相當於參與政府審核 這個行為會引發第一修正案言論自由權的問題 兩名眾議員在信中說 Facebook做出的審查決定不會是空月來風 有跡象表明 Facebook可能是在政府的政策或者立場的指示下 做出關於修改新冠病毒內容的決定 Facebook的發言人私通在Twitter上 介紹了Facebook和福奇之間的關係 他說 說朱克伯格和福奇在Facebook上啟動一個可以在平台上獲得政府和衛生專家關於病毒的信息和資源的計劃 對此 眾議員喬丹說 在最近公布的福奇和朱克伯格之間的電郵當中 有一些部分是被塗黑的 他表示 如果相關電郵不涉及到Facebook敏感的商業信息 他們希望看到這些電郵的原文 議員給予朱克伯格兩個星期的時間作出回應 美國神秘大數據分析公司Palantir8日發布了一段影片 公開它的軍事決策軟件《葛咸史》如何協助美軍作出決定 並無以中共軍隊入侵台灣高航港 美軍是如何成功化解危機 在這段無以危機影片當中 首先解放軍在南海例行演練 發現很多漁船洗近高航港 該軟件隨後用AI人工智能 判斷這些艦艇是前往高航港 或加入在南海軍演的解放軍 並以衛星和無人機定位實際位置 當政策確定解放軍艦艇和漁船將侵擾高航港後 系統向美軍指揮官推薦三種反制策略 分別是派部隊支援、派戰機攻擊、派美軍艦艇 以航行自由為名前往該區域反制 並評估各項策略的風險 最後指揮官採取第三個做法 隨著美軍軍艦靠近 漁船逐漸撤退 而解放軍軍艦也轉向通過台灣海峽 成功化解危機 這間知名大數據分析公司Palantir 號稱是矽谷最神秘的公司之一 據稱這間公司曾阻止 來自巴勒斯坦自殺炸彈客的攻擊 也曾協助美軍找到恐怖分子首腦 拉登的藏身處並加以追殺 並分析過阿富汗境內的炸彈分布情況 降低美軍死傷人數 該公司的客戶包括FBI、CIA、美國海軍陸戰隊 和空軍等政府組織 也與IBM等大企業見有數據分析夥伴關係 美國德州空軍聖安東尼奧、拉克蘭聯合基地 當地9號被人開槍襲擊 一度緊急封鎖事件中無人受傷 槍守犯案後逃逸 正被基地人員和警方追緝 綜合外媒報導 美軍聖安東尼奧聯合基地 在當地時間星期三早早 在聯合基地當中的拉克蘭空軍基地西側大門外 當日大約中午時分突然傳出兩次槍聲 軍官指有兩人向基地開槍後逃跑 基地亦在12時30分在社交網站鐵文宣布 由於發生槍擊 基地已封鎖 敦促基地內人員尋找掩護 當時基地內有一些新兵正在受訓 基地在一小時後再發新聞稿 說有兩人在外頭向基地開了兩槍 之後逃步逃走 該基地的應變人員其後和警方合作 確保基地周圍安全並追緝犯人 目前軍方和聖安東尼奧當地警方正在調查此事 緬甸軍方當地時間10號傳出一架軍機聚毀 造成12人死亡 目前仍在進行救援當中 綜合外媒報導 曼德勒市當地消防部門指出 有一架軍用飛機10號在曼德勒周邊聚毀 造成12人死亡 另外緬甸政府官員也證實 一架搭載10多人的軍用機在10號凌晨聚毀 聚毀意外發生後不久 安全部隊就趕往現場 當地傳媒消息指出 死者當中有高級軍官 當地目擊者就聲稱有8人受傷 目前救援行動仍在進行當中 美軍C17空中霸王運輸機近期降落台灣 不料中共解放軍被中國網友批評不作為 中共當局10號通過了新法案 明令中國民眾不得以任何方式貶選軍人 中國網友認為這條法律是不能罵《解放軍法》 根據中共官媒新華社報導 中國第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29次會議 在10號表決通過《軍人地位和權益保障法》 規定不能撤銷解放軍官兵獲得的榮譽 而任何民眾或組織 不得以任何方式詆毀貶損軍人的榮譽 侮辱誹謗軍人的名譽 不得故意毀損、玷污軍人的榮譽標識 很多中國網友對此感到不解 有人在微博留言舉例說 軍人自己搞婚外情又應該怎麼說呢? 軍嫂是否只能自己悄悄地處理呢? 軍人和軍人榮譽是否一回事呢? 說幾句又怎樣呢?底線要說清楚 今天的報導就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留言、點讚、分享和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